這個蟹婆真是噁心 拿著男人的底褲不斷索 他是不是一個變態呢? 我猜就是了 他去別人醫生家說要打針 打就是打,不過不是醫生幫他打 是他幫醫生打 一進屋就抓著醫生幫他刺了一支預防針 預防什麼東西呢?當然就是預防他關不了腦 時隱這個醫生那天在醫院見到殘雞英 當時他覺得很蟹不對勞 但現在說什麼都沒用 殘雞英經醫生會認出他,爆他大禍 殘雞英這樣才流夜骨來幫他打針 鏡頭一轉,有個男人打了一個語音通話給殘雞 男人說他是殘雞英的兒子的 閉腳交流會的朋友的父親 當自己黑仔看到別人是黑仔的時候 心情會變好 知道對方的兒子也是閉腳 殘雞英的HAPPER就在這裡 嘻嘻嘻嘻嘻笑了起來 然後在屏幕對面跟他聊天的人 竟然屌他後面是殘雞英 他用變聲器扮成男人騙了殘雞英 之後殘雞英每天晚上都會找殘雞英追牛系 一開始他們只會聊關於兒子閉腳的事 聊久了殘雞英就開始快點 關於博弈的東西被甘雞英 想甘雞英悶著自己的腦子出去偷吃 等甘雞英的腦黑魯強回來之後 殘雞英就去黑魯強捉甘雞英的背後 說甘雞英經常跟麻辣男人聊天的色情 看到黑魯強還好像傻疼一樣 殘雞英直接用自己的身體來安撫他 在之後殘雞英經常都在黑魯強面前發稀後 那天甘雞英姊妹亂摸來他家找他 亂摸大頭蝦地弄射了桌上的層隙 搞髒了黑魯強的底褲 黑魯強立刻把底褲脫下來 殘雞英見到黑魯強的肌肉即時當場就濕了 不知多想黑魯強幫他塞好漏水的洞 接著他用要幫黑魯強洗底褲的理由 拿著黑魯強的底褲屌他腦尾 大膽大膽地在這裡吸起來 殘雞英知道這些事剛好被鞠雞英看到 在四周圍母人的時候 鞠雞英就去屌察殘雞英說 你個死喉雞竟然有好事都不餘下我 我去甘雞令毒毒爆你了 你現在大我了 是呀你吹嗎 說完之後 然後鞠雞英就想去爆他大禍 但連他怎麼想都想不到的是 殘雞英轉身拿到一隻花瓶從他鞠雞後面 UNIFER 一夜就把鞠雞英搏勻了 殘雞英跟著開車把鞠雞車載出門 再幫他打了一支預防掛不到路襯針 造成一個自我了斷的現場 晚上金毛鈴跟殘雞英在這裡聊天 這個時候有人發了一條信息給金毛鈴 上面說他是一起跟金毛鈴聊天色的男人 不過那些男人都是被人到毫發過去的 因為怕金毛鈴家人有什麼冬瓜豆腐 馬鈴佬叫金毛鈴不要相信之前說的話 如果還有什麼騎事的話可以隨時找他 金毛鈴為了搞清楚是什麼回事 就打算見一見這個馬鈴佬 而這些東西全部都被殘雞英已經看到了 他見到自己的鞠雞車快要穿布 就不想在這裡坐著等死 他偷偷將金毛鈴用過的刀拿走 又特意將金毛鈴的手機放到客廳 等騎魯強見到金毛鈴約馬鈴佬出去 還可能是吊蟹 就這樣一場針對騎魯強和他陸雞的計劃 正在暗中進行